快乐大晚营 都能给观众带来欢声笑语 每当有明星发行新歌或者播出新剧 都会上这个节目宣传 不仅能吸引关注 也给节目带来很好的收视率 更值得注意的是 明星上快本是没有出场费的 可还是有那么多人抢着上快本 快本作为明星后期的加工厂 能被邀请上快本的明星都是比较火的 或者是非常有潜力的 有些明星一年只有机会上一次节目 而有些明星一年能上好几次快本 比如张姐上快本的频率相当高 最近两年 湖南卫视看中了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男星 并且力捧他 两年来让他上了11次快本 还让他担任快本的代班主持人 却都没有捧红他 看到这 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是蔡徐坤 其实陆汉 范诚诚 蔡徐坤都没有这么频繁的上过快本 他就是熊子奇 1992年出生于辽宁铁岭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 场的帅 而且又有才华 曾出演过多部电视剧 也发行过歌 但都没有大火 快本这么好的平台 也没让他大红大紫 说到底 还是熊子奇走错了路 这么高的颜值就该走高富帅 高冷路线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参加快乐大本营走海星路线 走完全和自己的颜值不符合的路线